半夜小腿抽筋的不少人应该都有经历过 抽筋发生的时候 身体的异足或者体足肌肉 会突然剧烈 不自主地收缩 抽筋的时间也是长短不一 有时候持续几秒钟 但是有时候可能长达十分钟 而且年纪越大 发生抽筋的频率就会越高 夜晚抽筋的时候还会影响睡眠 今天的养生实战一起来了解一下 小腿抽筋所暗藏的健康危机 中老年人 就50岁以上的女性和男性 很容易有抽筋的这个症状 一般是生理的 比如我们体温低或者环境温度低 或者是运动时受了寒 造成血液提供的氧气和温度不够 进度情况下就会抽筋 长时间站立 过度的劳作或者很激烈的运动 造成肌肉本身负荷力量下降 就会直接引起抽筋 另外劳作以后 造成体内的代谢产物增加 特别是乳酸 如果没有及时的分解和代谢出去 到晚上也会引起抽筋 剧类的运动 或者高温的天气下 我们出汗过多 会把体内的矿物质带写出去 比如钙、钙、钠和铭 当肌肉缺少这些物的时候 就会引起抽筋 我会建议每日饮用两公升的水 因为水会帮助我们放松神经 松弛肌肉 减少抽筋的发作 但是也不要过量 以免电结质失衡 电结质是在血液中循环的矿物质 其中钙是在人体中起了很重要的作用 因为如果血液中的钙太少的话 我们的肌肉会抽动 导致抽筋 甲和铭是神经肌肉地质 是神经和肌肉之间的沟通桥梁 当它们的含量太低的时候 这种沟通便会中断 而我们的肌肉会卡在收缩的位置 导致抽筋 叶子和西瓜含有甲和铭 也有糖分 所以不要每天喝 喝的时候保持在250毫升的分量 将西瓜和薄荷叶捣碎 倒入椰子水调制均匀 清凉补水的西瓜椰子水上桌了 除了生理因素 或缺少矿物质所造成的抽筋 它也可能是身体发出的 其他健康警示 特别是中老年人 到了一定年龄 可能有潜在的身体状况要出现了 比如说有些老年人晚上腿部抽筋 变白天还有间歇性波形 这种情况下 可能这些中老年人患上了 下肢动脉硬化病患症 临床资料有60%以上的这样的患者 其实心血管和脑血管已经硬化 在临床上还可以发现 糖尿病 肾病 假天性功能障碍都会引起小腿抽筋 年长者的钙质流失 同时吸收能力减弱 补钙是很有必要的 平时要多加锻炼增强体质 又能够加快血流的速度 中医生会如何对症下药 又有哪些方法可以缓解抽筋时 所带来的不适 另外厨师将推荐两道 简单易学 美味可口的健康料理 抽筋主要跟肾和肝脏作为密切 因为肾足骨 中医会通过四诊拔肝 看病人是肾阳虚 或者肾阴虚 或者肾经虚 通过补肾来解决抽筋的问题 另外一点就是跟肝血不足有关 所以中医就给一些 养肝血揉筋的中药 补骨 补肝血 那是治疗慢性经常发作的抽筋 如果急性的抽筋 用针灸的效果是立肝见影的 针灸最常用的就是成山穴 马上就可以缓解抽筋 患者可以通过食品来补充钙 鎂和假电解质 比如毛豆 扁豆 蛤蜊和菠菜 那同时我也建议他们多晒太阳 补充维生素D 来帮助身体吸收钙的摄取量 为了保留味噌的香味和营养 熄火后再加入锅里 避免煮太久 把低筋面粉倒入锅里 外加豆奶 蛤蜊上汤 姜片和胡椒粉煮到汤滚浓稠 放入菠菜 蛤蜊 毛豆和玉米粒 煮约一分钟 熄火后慢慢调入味噌 上菜了 去壳煮熟的毛豆会建议每日 限制在大约160壳 因为它们含有丰富的蛋白质和膳食纤维 吃多了反而可能会消化不良 毛豆的甲也很高 所以对那些胜功能较差的人 也应该多加注意 而那些平时对豆制品过敏的人 也应该谨慎使用 小腿抽筋紧急发作 可以按压成山穴 就是肥肠肌延伸的节脂处 直接压迫 在压成山穴的时候 要出很大的力气 并且是顺时针或者逆时针的旋转性压 如果还不缓解的话 紧握双前直接击打成山穴 到抽筋缓解为止 另外也可以搬的脚趾 向自己的胸部这边搬 跟它对抗 就可以直接缓解小腿的静乱 保健运动最实际的两脚 脚尖踏地 好像在跳芭蕾舞一样 可以站立起脚踏 如果是在做工 你可以坐在办公室上 直接用脚尖踏地 踏的小腿微微发热 是最佳的状态 让小腿的肌肉松弛下来 增加腿部的血液循环 预防小腿抽筋 另外用老姜和盐 水煮温了以后 放到一个桶里面来泡脚 这个诀窍是水一定要摸到气概 才更有疗效 另外泡的时候一定要注意水温 不要烫伤皮肤 除了芒豆含有高贾的食品 包括香蕉 菠菜 杏果 就是我们的Apricot和马铃薯 这些食物都可以减少抽筋的几率 将去皮的香蕉压成泥状 连同豆奶 橄榄油 糖和鸡蛋搅拌均匀 再筛入面粉和少许发粉 做成面糊 热锅后用慢火约一分钟 把松饼的两面煎至金黄色 完成 小腿抽筋的病因很多有生理的 但是很多是病理的 很多疾病发出的信号就是小腿抽筋 所以当一个中老年人反复小腿抽筋 一定要尽早地去看医生 找出他抽筋的原因 我们下来点击